遭到轰炸民宅火光卫习 粉尘弥漫沦为一堆瓦砾废墟 2号 土耳其以武力清剿恐怖分子为名 对叙利亚还有伊拉克展开空袭 出动多架战机攻击库德族的军事目标 尽管土耳其国防部长埃卡表示 目标已经再次感受到土耳其武装部队的强大威哲力 还宣称只有恐怖分子还有恐怖分子的相关目标遭到击中 但是叙利亚北部新闻社画面显示 当地有电力战遭到攻击 还有库德族的民众受伤 此外 安卡拉当局表示 在攻击行动结束之后 所有的土耳其战机都已经返回了基地 但是没有透露总共导致多少人员伤亡 关心文 卢巧评 最后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欢迎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